妳好 上週的挑戰成功者 是 瓜哥好 同學好 評審老師好 是 我是靜雲 妳大學時期就開始表演了 對 大學的時候半工半讀 然後駐唱就一直駐唱到現在 有在哪裡打過功 之前有在迪化街 迪化街 就是買年貨的 對 沒錯 妳在賣年貨 對 賣什麼東西 賣糖果 應該會有點困擾吧 每次去 那你吃過雞 沒有 其實最大的困擾是 要把全部糖果吃過一次 對 因為你要全部吃過 你才可以跟別人介紹說 這糖果的口感怎麼樣 對 所以這樣才特別健康是嗎 是 比較健康 好 今天帶來哪首歌 今天帶來《火若日記》 《火若日記》 為什麼喜歡這首歌 其實我的阿嬤是一個 非常傳統的台灣女性 她的一生都奉獻在家庭 所以我想說就是抱著 就是阿嬤的心情 來唱這首歌曲 那我們來聽聽這首歌好了 好 《火若日記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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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着心意赢得尊天 满青春 人往无悔 白白可笑的孤寂 黑街无风明 红月也无红阳心 只鏡頭的傷口鼻 望你怎樣有聲音 望著不驚到我哭你 隨便你我情未歸 寒冬雅的夢 隨便望你怎樣有聲音 望著不驚到我哭你 隨便你我情未歸 寒冬雅的北春天 寒冬雅的北春天 寒冬雅 來 敬雲 這個唱起來滿像ABC在唱台語歌 對 對 滿特別的 是 但是有一般 夢出新滋味 對 新台語歌的唱法 來 羅文聰老師請 敬雲真的今天聽你唱這首歌 你也把他冷汗 好啦 我先講一下 在節目的立場 都其實希望在台上的選手 是能夠當個全方位的歌手 但現階段聽你唱這個閩南語歌 就覺得你好像 還沒有抓到閩南語歌的一些 重點跟精髓 你的邏輯還是停留在用 用一種很新式 有點有洋派的唱法 來唱這些歌 那聽起來就會有點 味道有點怪 那我先講一下 今天你很多一些瑕疵 第一個 你的氣好像很不足 你每一句的尾音 有一種好像些許的那種 微弱的抖音 聽起來好像是天氣太冷 還是怎麼樣 就是每一句都在抖 比較像嘎倫順 對 這個在我們聽歌的一段時間 我就覺得說 我沒辦法進入你唱歌的情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這個閩南語歌 有很多一些轉音 是要轉得非常地到位 比如說像這樣 它有一個轉小小的轉音 但是你都好像少了好幾個音 你就直接接到後面了 我請一個演唱會 剛剛開完的曹雅雯來 非常成功的演唱會 來示範一下 讓你聽一下 閩南語歌的一些咬字 跟一些細節唱法 été在騙子 請一個唱歌的歌 太多叫憬的歌 對 可憐的歌 即可奠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忠誘地 上禮拜唱89.9分 是 本週的《歸哪里知》 到底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靚雲這週祭出台語歌 有點大膽 是否有點力不從心呢 分數已經來到了88.5 88.6 88.7 加油聲非常的大哦 88.8分 好 稍微休息一下,謝謝 謝謝